哈囉 大家好 我是狂人 今天台服出了限時角色 警犬霞 守門犬霞 這隻角色好抽嗎 狂人幫大家測試一下 另外有留言給狂人的 狂人晚一點統一看 麻煩你們再稍等一下 好 我們現在先從一線開始 不管你有沒有抽這隻角色 狂人還是在這邊預祝大家 希望大家順利 好 我們馬上開始 我們從一線開始抽 好 還是先抽一個精英卷 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 守門犬霞 好 我們第一個數點抽 這一次 裝甲星星 我們馬上換線 還有睫毛 土龍 噴射 好小隻 好我們到二線了 整體來說呢 狂人認為這次警犬霞 也沒有到特別難抽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如果眷夠的話 再嘗試也比較好 好我們這一次 第20抽 黃金球 黃金球 好馬上換線 我們到三線 稍後到三線之後 狂人先來一個精英十連抽 看看出什麼角色 好 紋少女 準備進行第30抽了 這一次 真的要打仙記頭蓋骨了 好 第30抽 要出來了嗎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哇如果來了一個 丁槌頭 好 我們繼續 321 321 321 就在這個時候 好啊 我只要守護好自己的城市就夠了 這個台詞就不用看啦 因為這個台詞 就是 守門群俠 哇 哇 這個影片的片長啊 好像太短了 哇這關聯還是挺多的 好 我們獲得了 我們獲得之後 好歹 哇還有再送一個二等獎啊 好 螳螂手 接下來我們到活動 還是老樣子 來確認一下 40抽 完成任務 搞定了 接下來 我們來 提升一下 守門群俠 這一次角色 格鬥系的 你們記得 要多多給他穿上生命的裝備 以及安排一點速度 通常守門群俠出手的順序 肯定是 一速 或是 二速 好 我們馬上做一個提升 哎呦 一路順暢啊 49級 56級 目前還沒有卡住 好 65級 馬上到 乘1 乘2 好 這裡材料不夠了 晚一點 狂人在拍影片 給大家分享 然後呢 剛剛就是 我在強化這個 守門群俠 發生了一個 很笨的事情啦 就是 我在合成這個 萬能碎片 結果按錯了啦 我本來想說 只要合成一點點就好了 哎呀 又不小心把他按完啦 這個收集這麼久 又沒了 又沒了 好 我們再來買體力 搞定 我們要準備 登上 紅色的寶座了 好 96級 到了紅色 接下來 紅衣 好 然後 我們準備要做一個限制解除了 我解除得很快了 結果 好 雖然是69個 哎呀 我這裡我在幹什麼 你看看啦 我按錯啦 哎呀 算了 按錯就算了 好 我們也快到四星了 晚一點見 大家 拜拜 祝大家都可以抽到 守門犬霞 我是狂人 怎麼擺比較好呢 怎麼擺比較好呢 晚點 再來 想一想 我不會請你 我會想 走 走 走